香蚊十八丈 大爷 手机响了 大爷 手机响了 大爷 手机响了 没事 我哟 听清楚了啊 我是绑匪 绑匪 哦 你是买家吧 咖啡我收到了 喝起来挺绑的 你老婆被我们绑架了 你怎么知道我把老婆绑到家子上了 他整天挑广场舞 跟外面那些R13老头子勾勾搭搭 搞得我实在没办法 大爷 我跟我去家要饭了 你跟他说 哎 老头 赶紧拿一百万来数你老婆 不然我们就撕票 哎 哎 千万不能撕票 我好不容易才强盗着 去拉杂远游的换车票 你死了 我只能去三本子客 哎 我来说 撕票的意思啊 就是把你老婆给做了 你还想让我老婆给你做饭 快拉刀吧 我跟他结婚四十多年 他只给我做了两顿饭 一栋米汤 一栋面汤 你要是不拿一百万来数你老婆 我们就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小嘎子 你怎么知道我在世界公园里消失之呢 今天晚上 我吃了两只狗腿子 到现在还没有消化呢 我九十米的大刀呢 你跟他消 老头 我马上给你发一个卡号 半小时之内 你要是打不过来一百万 我们就先摘掉你老婆的一个腰子 腰子 是猪腰子还是羊腰子 我自然吃猪腰子了 给我考上二十只 送到京凤区 长城路 躺来想 闭嘴 你这老头嘴怎么这么馋 你老婆这么危险 你就一点都不担忧吗 嗯 你这一次是还给我夹个胆 总就要忧郁是吧 那就谢谢了 Oh my god Shit 嗯 妈把睡起了 干什么 起到哪了 是不是潘子的妈 老汉 你要是再活脚难缠 信不信我让你老婆 现在就去见阎王 阎王 我就是阎王呀 嗯 不是我推 我可是京凤区 所有老头里面的厌制之王 现在还有好多老太太 给我写情书呢 你脑子有病吗 有病子呢 扁病子 烫病子 烫病子 葱花病子 鱼乳病子 你要拿个 存活赏吗 哎呀 正是遇上了一个奇葩 四八也有呢 你要烘烫吃吧 还是要喝烫吃吧 哟 我想大人 大人吃烘烫吃吧 比较好 尤其是女人 哎哟 我是狗子 狗子就好 你说个急着 我现在就给你送火 送个屁啊 咱送点豆腐屁是吧 要多少 老汉 你别让我逮着你啊 我逮着你 我非把你推大车啊我 我这是小蹦买买 没有办法打折 如果咬得多的话 我可以给你打个 九点九九指 滚 气得我腰子疼啊 小嘎子 你还咬不咬 我在你送两个屁屁下 特别贴 你自己吃吧 轻账 小嘎子 小 wollte 小嘎子 小嘎子